大家好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常见的网页用到的文件 文件格式 首先和大家介绍的是这种文件格式 最好都是小写 index.html或者是index.htm 这是一个静态页面 在做网站的初期用的都是这种文件格式 这种文件格式可以用drivenver打开 简称dw也可以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但是这里面有编码建议使用网页编辑器来打开修改这些文件 你看没有关系如果要修改的话 用专业的网页或者是那种代码编辑器来修改 这是一个最常见的 但是现在不怎么常见了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 因为我们上节课说的那个文件 就是这个文件 就是这个文件 服务器上 d盘下的3w目录 下面的achair.cn 这是一个目录 下面的index.html 这是一个文件夹 那这个文件夹里面肯定有很多文件 它可能还有一个叫index.gpg 这个gpg是一个图片 或者叫123.css 这也是很常见的文件 那它还有可能叫首页.html等等 有很多文件 那当用户继续上节课的那个 当用户在队览器里面打开网址 就是通过域名的DNS服务器 把它指向到对应的IP 每个IP都是一个主机 到主机之后 通过主机上的收发器 把它指定到当前电脑的硬盘 某个硬盘的某个目录 那就是这个目录 但它只能指定到目录 不指定文件 它只能到达这个目录 但是说这个目录下面有什么东西 人家不管 这下面的文件 默认先打开哪个 它是有一个顺序的 而且这个顺序是可以调整的 再比如这个目录下 还有一个这样的文件 htm 这个htm跟html 它俩是两个文件 但是它都是首页 而且是首页的静态文件 那该访问哪个呢 再比如它还有php 这三个都是index index index就是首页的意思 这还有一个首页的中文 它会默认打开哪个文件 它不可能全打开 它只能默认打开一个文件 那这个文件顺序 是在主机里面可以调的 可以设置哪个文件优先 那一般情况下 会设置这个文件最优先 根目录 虽然这个目录下 有index.htm和html 还有index.prp 但是我设置的是index.prp优先 这个是次优先 这个是次次优先 那当这三个文件同时存在的时候 系统会默认先找到这个文件 这两个文件先不找 那如果这个文件没有 它自动会找2号文件 找老2 如果老2这个文件也没有 它会找老3 如果老3没有 它会找老4 如果你没设置老4 那它会出现一个404错误 那就是没有文件 你这个首页设定的是哪个文件 它就会找哪个文件 默认情况下 它会找这个文件 index.prp 这是可以设置的 在主机的面板里设置